我跟我太太是从我近百获林授业认识 交往八年然后结婚五年 太太是来自于单亲家庭 她对男人是有极度的不信任 我又是那种极度的需要被注意的 我在家里其实是属于被冷落在角落的那一块 前面的交往了这八年到结婚五年 这十三年我永远是她心目中的工具人 完全没有声音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抱持这种心态 当工具人也没关系 直到孩子出生以后我发现其实那不是我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跟教育的观点 跟太太就有天大的落差了 再加上我工作的关系 我必须要常常去安抚这些女生 所以我很容易就跟女性产生情愫 食物也不差 薪水也不差 再加上婚姻的不如意 因此这样我就外遇了 老二出生一个月我们签字离婚 太太完全不能接受 那时候心里其实不会去疼惜 太太跟我离婚以后 因为她姐姐的关系去了教会 那一段时间她原本是失了魂的一个躯壳 生活没有什么目标 没有灵魂这样 到去了教会有改变 她就跟我讲 然后又邀请我去教会 我们家是无神论 跟我讲那个东西 在我以前的角度是弱者的表现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 她每次讲的时候 我们几乎都为了这个事情在吵架 然后她跟我讲说 你没有读过圣经 你没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信仰 我就整个被击到了 几乎就是有空我就读 然后开车我也听 然后下班我就读 然后每天都读到一两点 吃早餐也在读 我那时候我还下载那圣经的APP 就是我就一直打开来看 然后一直读一直读 从创世纪第一章 一直读到启示录 记得那一年圣经读了八遍 从那里面我知道自己的 很多的荒唐故事 原来想的都是错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让我一直没有办法反驳的是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我记得我那时候跟神说 我说神啊那我悔改 你给我的这个婚姻 我要要回来 你帮助可不可以让我回到 你所配合的婚姻里面 刚复婚的时候 牧者跟我讲说 不能只是指责对方 圣经不是用来对付人 是用来对付你自己 那一刻我明白了 那我自己要先去改变 带着喜悦的心情 而不是带着隐忍的心情 这是我该做的 这是我该为你服务的 然后也明白他爱的话语 当太太发现我这样做的时候 他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反而得到我要的被重视 被拥抱 被尊荣 然后甚至说被肯定 那后来上帝在我们这当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跟上帝的关系越亲近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就越好 我们不再用彼此的立场去争 我要在你头上 还是你要在我头上 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上帝 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安抚我的情绪 让我知道 其实我没有权利去改变他 因为是神造他 不是我造他 再加上我都这么不完美的 上帝都这样爱我 那我的配偶不完美就正常了 难道我就不能像上帝一样 完全地接纳他吗 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这节经文一直是我跟我太太 相处的一个现实版 不要因为妻子现在张牙舞爪 像个母老虎 你就觉得他比你强 其实不是 他心里面他就是个小女孩 那如果你愿意疼惜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太太 不会因为你相处多久 他可能就变成不讨喜 当你愿意疼惜他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会得到 你要的敬重跟尊荣 这样子的相处模式 再透过祷告 我想每一段婚姻 都会是神预备美好的祝福 谢谢你